越南发生严重暴动之后呢 现在平阳省跟同耐省被我国的外交部 列为旅游橙色警戒 也就从黄色身高到橙色了 这个惊人的暴动场面 让很多的人真的现在都不太敢去 虽然目前在越南的33团旅客 通通都是平安的 但是到7月底之前呢 已经有14团的旅客 至少400多人取消越南的行程 就连今天上午在高雄开幕的 这个国际旅展呢 这个看到跟越南相关的摊位呢 也是空荡荡 高雄旅展开幕 越南旅游的摊位人员喊得大小声 送上折扣还送上纪念品 因为越南暴动让全国人心惶惶 还传出退团潮 只好拼命送优惠 我们不会担心 对 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情况 以及我们跟当地的旅行社 都有在密切的联系 北约才是热门景点 旅行社说不受暴动影响 但摊位人气明显退烧 现在发生暴动的越南平阳省跟同耐省 被我国外交部列为橙色旅游警戒 根据了解目前台湾在越南的旅客 33团700多人通通集中在北约团圆均安 而5月底前还有96团2000多人即将前往 其中只有一团32人会到有暴动的胡志明市 但退团潮逐渐涌现 5月底前已经有9团取消 截至7月前至少有405人退团 毕竟安全第一 觉得危险或者是不去 那可能我们就比照旅游来处理 旅行工会坦诚陆续有收到退团的询问 人数持续增加 北约旅游像是旅展的人气摊位 这次一开展就打出优惠行程 加送赠品 可见越南暴动加上橙色警戒 的确开始让旅客望之却步 接下来这一步是SM小组 各小报道